第一天,寒流高過 雖然空氣人是冰的 但是清澈的天空配上艷陽 根本就是逼人走出戶外 於是我決定去台北植物園走走 結果看到左邊一條巷子 莫名其妙就被吸引過去啦 走進去瞧瞧吧 哇,挺幽靜的 發現這裡居然有一間 孫韻泉科技人文紀念館 總結一下這座紀念館 總共有四大看點 看點一 看大觀的美麗庭院 令人好奇以前的大觀寫廟 怎麼過日子的呢 哎呀呀,不得了啊 這後院也太美了吧 金黃色的陽光灑下來 還以為是聖光呢 背對門的右邊有一組石桌椅 還有一座魚池 工作累了在這邊休息 對這裡的一切發呆 真的很可以喔 有成就的人好像都喜歡在家裡放一座池子 是不是跟風水有關係呢 哇,這是台灣藍雀嗎 知道的人麻煩告訴我一下 看看這午後的綠蔭浦島 看看這午後的綠蔭浦島 怎麼這麼美啦 怎麼這麼美啦 從館底的入口進去 往左走 便是會客室 主人招待兵客的地方 1978年 原行政院長 蔣經國當選總統後 隨即拔卓孫玉錢 當行政院院長 該年底 中美斷交 深入期盼改革民族轉型的情緒 頓時爆發 想必在這間會客室 商討不少時代劇院下的國家大事吧 再走進去 展示台灣如何從二世大戰的斷垣殘壁中 再出發的過程 其中影片還包含土地改革 政府如何運用美元 發展台灣的電力設備與工業技術 以及孫英璇如何與台電同仁 上山下海的工作情形 此外 他在擔任部長與行政院長 近二十年的生涯中 不只推行十大建設 還與李國鼎共同促進 新竹科學園區的建立 台灣在與美國斷交後 陸續在國際上 遭受政治外交經濟上的各種打壓與挑戰 最終人能屹立不搖 成為亞中市小龍之一 他的遠見與實踐力 應該扮演了不少觀念角色吧 因此被不少人視為 對台灣的經濟貢獻很重要的人物之一呢 看點三 河館 走進這個長廊 便是管理主人的私人空間 這是建築總給人一種禁令的舒適感 這裡展示的便是他與家人的私人生活 以及他一路走來的成長之路 用剪影的動畫方式描述他生命中的精彩時刻 走進他的居家生活空間 透過他家人的口述 留下來的書件、筆記 以及他們日常的生活用具 看出這一家的生活頗為樸實、簡約 另外從他展示的書籍、索稿 以及與家人同儕的照片中 不難看出他的自寢自信 非常符合蔣經國總統的用人哲學呢 1984年2月孫英軒中風倒地 後來因為健康因素而辭職 退位後逐漸淡出政壇 但是仍持續關心國家社會 感嘆自己經濟做的太多、文化做的太少 還為國人健康做公益廣告 他長達22年的復健之路 建議不屈的精神為世人樂道 看臉是 陽管二樓 這裡是休憩區 右邊總間區是越南市 這裡放了許多關於台灣基金發展 相關主題的書籍收藏 二樓左邊的空間則是特展區 以科技、人文為主題 不定期推出特展 這個意外的景點 讓我的收穫與感觸普為良多 人生有時候繞到了心 反而可以遇到意想不到的風景呢 大家時事也都有相同的經驗呢 繼續前往今天真正的屋地地吧 台北植物園 今天的分享到此結束囉 如果說怎樣 謝謝收看 多謝